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6日,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那美国的独立日假期已经结束了,全球股市再度迎来了一场狂欢 中国上证指数和横指双双刷型3月以来的新高 宣布正式进入技术性牛市,也就终于宣告全球各主要股指已经全部进入了牛市 那虽然目前政治局势依然严峻,同时美国新增并利数依然较高 但中国股市的强劲反弹,还是在日内有效鼓舞了市场的投资情绪 今天开盘之后,美国股市在科技股的大涨带领下一路高开高走 那只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除了之前视频中有提到过的各资产板块之间的关联性变得很高 还发现全球各地股市的涨跌关联性也在不断的提高 尽管各国利率、投资者组成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同 但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各交易所跨国进行联网 使世界主要证券市场价格趋同 那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也就大大增强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影响市场涨跌的主要因素 出现了全球化的覆盖范围变广的局面 例如像疫情的影响,以及贸易局势等等 今天的美国股市中,出境分头的无疑就是特斯拉了 收盘大涨13.48%,收报1371.58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市值更是达到了2543亿美元 那这里为什么要说U呢? 主要是因为特斯拉已经连续5日上涨 5日内就已经上涨超过40% 可以说是叹为观止了 此前特斯拉CEO马斯克宣布 将在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扩大生产 那特斯拉上周三已经超越分田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 而上周四的时候还发布报告显示 第二季度交付了9万多辆电动汽车 远超市场预期 另外,GMP证券公司将特斯拉目标价 已经上调至1500美元 GMP证券公司认为 如果特斯拉能够在一个极具挑战的季度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季度 因为这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一个季度 就能交付超过9万辆汽车的话 那么公司就没有理由不能在今年年底前 实现单季度13万至14万辆的交付量 那这样的话对于特斯拉未来的股价 就有一个很强的提振了 而另一家知名投资机构 Webush证券公司 更是认为特斯拉未来12个月的目标股价 应该会高达2000美元 所以说是非常乐观的 可以看出现在市场是愈发相信 特斯拉就是一只科技股 而并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股 当然不可否认 特斯拉也在不断展现出科技股的势头 那对于投资者而言 可能更关心的是能否追涨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还是取决于您如何看待这只股票 也就是说 您是更认为它像一只科技股呢 还是更认为它像一只汽车股 这完全因人而异 但这将决定 您对特斯拉未来股价成长空间的预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差不多两周后 也就是7月22日的时候 我们就将迎来特斯拉第二季度财报 这对于特斯拉能否成为 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非常重要 那如果表现强劲 就有望进一步走高 但如果不及预期 可能就会迎来一波回撤 那到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 到底是特斯拉能够更上一层楼呢 还是大型机构拉高股价后 打算割一波韭菜 那对于想买入特斯拉股票 但又觉得目前价位过高的朋友们而言呢 可能等一等7月22日的财报 也是一个合理的考虑 不过这里还是想分享一下 我对投资的一个理解 那就是不要简单的用股价贵了 或者说股价便宜了 就作为您的投资依据 如果您觉得贵了就不买 那当年亚马逊也是一路被人觉得很贵 但就是这么一路的 从300多美元涨到了今天的3000美元 还有就是怎么才能拿得住股票 做到所谓的让利润跑起来 那就是您对一只股票的看好 一定要建立在自身充分研究 和做足功课的基础上 否则如果只是听别人说 或者只是出于炒一波就撤的心态 那我相信这样的投资者 即便真的能够在特斯拉股价 三月份触及300多美元低位的时候 完美入场 翻个一倍估计就已经撤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自然就无法享受到 后面这波翻了近4倍的大涨趋势了 同时周末巴菲特的消息 再次抢占了市场的头条 这是股神在这次疫情期间 沉寂了很久后再次出手 花费近100亿美元 收购了道明尼能源公司的天然气资产 那伯克希尔的这笔交易 总额高达97亿美元 其中40亿是现金收购 另外57亿是承担的原资产债务 那这是三月美股崩盘以来 巴菲特的第一次大手笔投资 也是他们四年多来 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 那伯克希尔趁着道明尼能源公司 向清洁能源更进一步的时候 继续压住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这样看来 这笔可以说是超底的交易背后 其实就是传统化石能源 跟清洁能源的一次较量 那也是巴菲特再度压住 这些传统能源行业的一次博弈 所以是值得关注的 那这次收购就让伯克希尔 在能源行业的版图再度扩大了 收购之前 伯克希尔能源公司的业务 占美国所有洲际天然气传输量的8% 收购完成后 这一比例将提升至18% 那我看到有人在问 为什么收购计划公布后 道明尼能源公司的股价 今天还是跌呢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 对于道明尼公司而言 这次的资产出售 更像是一种忍痛割肉的抛掉一个累赘 并没有因此获夺更多的好处以及价值 而且道明尼公司 依然预计2020年的营业利润 将是每股3.37至3.63美元 这是要低于此前预期的 每股4.25至4.60美元 同时该公司还计划将第四季度的股息 从之前两个季度的每股94美分 削减至每股63美分 这就显示出该公司的前景依然是不容乐观的 也并没有摆脱目前的疲软局势 今年第一季度巴菲特确实损失惨重 亏损接近了500亿美元 但我们看到在第二季度内就已经回血不少了 截至6月20日 根据粗略估计的结果显示 巴菲特持有的投资组合 实现的收益已经超过了400亿美元 那苹果公司就贡献了巴菲特投资组合的一半收益 伯克希尔第二季度的收益率大约是25% 虽然还是没有跑赢大盘 因为同期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高达了29% 但巴菲特上半年的损失 对于他而言已经下降至了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所以不可否认的是 巴菲特年纪确实是大了 但尚能犯否还是要交给时间来验证 主要股指方面 道琼斯工业指数今日上涨了459.70点 涨幅1.78% 收报26287.0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49.70点 涨幅1.59% 收报3179.72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25.90点 涨幅2.21% 收报10433.54点 多伦多证交所综合指数上涨了72.92点 涨幅0.47% 收报15669.67点 黄金方面 8月黄金期货价格 今日上涨了3.50美元 涨幅0.2% 收报每盎司1793.50美元 原油方面 美国WTI原油8月期货 今日下跌了0.02美元 跌幅0.05% 收报每桶40.63美元 布伦特原油9月期货 今日上涨了0.30美元 涨幅0.7% 收报每桶43.10美元 家园汇率方面 家园对人民币最新报5.1849 家园对美元最新报0.7386 家园对港币最新报5.7243 家园对台币最新报21.7131 疫情方面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确诊病例增加了41581例 总数达到3024509例 死亡人数增加了258例 总数达到132827例 加拿大确诊病例增加了228例 总数达到15764例 死亡人数增加了3例 总数达到8687例 明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 博斯蒂克的讲话 从中我们应该能够找到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 一个未来信号 最后还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FX668北美分站已经正式上线了 大家可以通过 3w.fx668.ca直接访问 同时还可以扫描图中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及时了解北美热点和市场动态 这就是今天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